1月30日,林俊杰携手模特林伟茹一起出现在某摄影大赛颁奖典礼上,并为大赛担任评审。 林俊杰通常是,平常看到她的时候都是很爱唱歌,唱得很好听,但是没有想到你也喜欢摄影,对不对? 对对,其实除了音乐之外,我觉得摄影是我非常重要的地方。 来帮我们看一下中间下班的媒体朋友。 林伟茹一袭红裙,化身巴黎名媛,专业走秀演出,让现场目不暇接。 歌手出身的林俊杰也很乐在其中,不过谈及摄影,林俊杰则称自己还属于初级阶段。 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,所以我可能没办法像老师们一样,就是那么继续兴趣,跟大家分享。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在拍照的过程当中,你最重要是去抓到那个moment。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在城市里面有很多movement,很多东西在改变,但是最重要是你去抓到那个moment。 除了做音乐外,林俊杰对摄影也很热爱,所以特别抽空出席了此次活动。 除了拍照,林俊杰称自己还有收集相机的爱好。 我自己蛮喜欢,蛮爱收藏东西的,不管是摄影机或者是轮载之类的东西。 所以我算是一个收藏家。 然后摄影机其实我主要是以功能为主,当然还是会收集一些比较限量的。 比如说新兰500台,全世界新兰500台的相机。 主要也是会去研究一些,比如说比较不一样的镜头,或者是不同的相机,比如说单眼的或数位的,或者是手动的一些相机。 特别都有不同的功能。 谢谢。